讲啊 下面我稍微来讲解一下范围 那么首先的话呢 在这个中句的时候啊 在写的过程之中 大家要注意三个内容 第一个 中音句一般来说 把关键词 写在最前面 关键词有什么东西呢 有两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东西呢 题目的问题的关键词 题目有什么 哎 哎呦 一下子忘记关键讨论是吧 群里面我感觉到就有点控制不了了是吧 这样发出这种挑衅 挑衅味道这么浓的一个表情 还听得到我说话吧 现在卡不卡 现在还卡不卡 不卡是吧 好 我们就往下面讲 好的 第二的话呢 就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确定A或者C嘛 对不对 如果你确定A就写前面 确定C写前面 OK 生意比之前小 没有吧 哎呦 这个班真是 卡又说卡 小又说小 大又说大 对不对 好 继续往下面讲 没事 就挑剔我没有问题 但是你们自己平时也要挑剔一下自己的文章 对不对 不要老是挑剔我 就没什么意思了 是吧 不能如果有双标嘛 对吧 好 下面的话呢 题目问题的关键词 或者这个地方的话呢 确定的话呢 要放在最前面 就第一点 第二点 要把关键写了 就关键 比如说你确定ABC 就是关键 要把关键写了 是不是 第三个文章词 就一般来说开头段第一个的话呢 可以就主体部分第一段 可以不写文章词 然后后面的话呢 都要写文章词 好 这是我写的一个中文句 首先大家有没有发现 Online training 是不是 and meetings 这是不是关键词 然后写在最前面 有没有发现 嗯 现在最前面 歪歪歪歪 什么回事啊 歪 今天出什么情况 歪歪歪歪 好 现在的话呢 我先把那个关键词 我画的写在最前面 发现吗 然后下面呢 我说可以提高大家的产出 提高产出 为什么可以提高产出呢 因为人们可以什么交流 交流 罗汉的之前 我又写了一个获得知识 为什么罗汉的图仰又写获得知识啊 这怎么回事 今天这个麦啊 歪歪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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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歪歪 歪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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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继继续往下面走啊 我不大清楚为什么 平时都挺好的 今天晚上好像有点意外啊 anyway继续往下面看 在这里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我在这个交流 这个exchange information前面的话呢 加了一个acquire knowledge 只能告诉我为什么我要加这个东西 因为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突出 这是培训 明白了吗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对应是培训 那么加上这个东西的话呢 可能会更加好一点 如果的话呢没有这个的话呢 只说exchange information 就有点忽视培训了 这就为什么我要加这个 然后当然一定要记住 training这个词的话是不可数名词 如果你加了复数 从头到尾加复数 你这篇文章基本上就废掉了 OK 所以说语法很重要的 下面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写下面的句子 写下面的句子呢 我们要注意几个信息 三个信息 哪三个信息呢 第一个信息的话呢 就是 首先你要什么 就是要出现连接 OK 连接 那么连接的话呢 一般来说有几种方式 有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什么东西呢 出现连接词 第二种方式是什么东西呢 重复之前一句话的某个单词 第三个呢 使用代词 什么代词 什么代词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现在大家工作很忙 这第二句话 要写的东西 是不是 那么有些同学的话呢 他会说 people work busy 或者people busy with their work 那么这些的话呢 都是说people 但是呢 这个时候 因为你前面说 大家交流信息 事实上你可以用代词 用day去指代 这样的话就可以连接了 OK 第二要注意信息是什么东西呢 一定要对应题目 就是最好出现题目的某些关键词 第三个要点是什么东西呢 对应 中心句 中心句现在不断说的是 产出和交流的事情 那你下面的话呢 尽量要出现交流 OK 交流 好 这是我写的第二个句子 好 首先你会发现 我先写 past pace of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这是表示很忙的意思 然后下面呢 has required them them的话呢 是代词 指代前面的他们 然后呢 to adopt do什么意思啊 采纳各种时间什么 节省时间的devices 我为什么要写节省时间 谁能告诉我 为什么 因为我对应中心句里面的什么 产出更高和高效 下面呢 将每一个东西都可以加 融入到什么 很好到 融入到他的什么 工作生活之中去 OK 这样的话就对应产出很高 这个事情 所以说我写文章的话呢 我是不断地对应前面的东西的 它不是只是说一个翻译 OK 好 下面我们开始解释 解释 下面呢 我说网络会议任何时候都可以开 培训都可以盯 只要有网络 所以说它非常的方便 是不是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网络会议这个词来作为连接 那网络会议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稍微的换个表达了 比如说刚才你说online meetings 你现在可以说什么 web-based 我换那个表达 web-based meetings and training sessions 我为什么加入training sessions呢 为了增加这个单词的变化 是不是 我们可以说training courses professional training training sessions 都可以的 因为training这个词比较难换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词乳去替换的 OK 然后什么 Welcome Welcome什么意思呢 欢迎 就大家都话呢 很支持 很喜欢 by these people 我写这个these people 大家有没有发现 通过代词去增加和前面句子的联系 有没有明白 通过代词去增加和前面句子的联系 OK 然后呢 as they can attend a meeting or receive training outside the office 就在什么 办公室之外的地方 这样的话呢 解释它为什么方便 然后呢 只要它有网络 那么再次对应题目的什么 关键词网络 对不对 你会发现扣题 扣中心句 连接 明白吗 好 下面一个 他们可以记录课程和培训的内容 后面可以仿佛复听 那么这里很明显是这些人嘛 对不对 这些人他可以复听 是不是 所说的话呢 下面句子的话 很有可能是以带去连接 是不是 好 的话有个语法错误 they can listen to 是不是 或者的话呢 review review是什么意思呢 重新复习 recorded meeting or training provided by online conference programs 他有没有发现 首先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我突然想到 如果要处理其他的要事 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 嗯 为什么 为什么要写这个 这样才能够突出中心距里面的产出更高 明白没有 你不开会的原因是因为什么 你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做 他不是不想开会 你还是想开的 只是有其他事情要做 因为你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所以说你不开会 但是你后来可以开 明白了吗 这扣中心距 当他们可以什么 听课还有training 这个东西的话呢 都是扣题目的关键词 是不是 然后呢 online conference programs 一些网络会议的这种什么 这种程序 这个东西再一次扣题 OK 好 最后的话我们看最后一句话 每人可以什么 完成更加多的工作 诸如此类 好 首先最后一句话我怎么连接呢 用代词 这一点可以确保 确保什么东西呢 每天完成更多的工作 对应中心距里面的产出更高 将他们的时间什么 珍贵的时间的话呢 用到了极致 to the outmost OK 那有些同学的话呢 说 诶 你刚才不是说 企业可以赚钱吗 你为什么的话呢 后来不写企业赚钱 谁能告诉我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样解释的话呢 会有点累 首先你完成任务更多 为什么企业就可以赚钱 事实上这个东西的话呢 需要点解释 对不对 有可能的话呢 因为产出更高啊 企业完成的工资更多 更有效率 对不对 因此的话 客户满意度更高 可以赚钱 是不是 明白吗 但是我觉得这个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再去写的话就有点多了 而且的话呢 好像有点什么 有点的话呢 没有必要 因为这个题目 这个段落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 去解释他为什么节省时间 明白吗 好 下面的话呢 整段话写完了 那么很多同学可能看完这段话 可能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在考场上面 可能我写不了这么细 对吧 而且连接没有这么字样 然后的话呢 句子不能够这么变化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看了放文之后 你要把人家的连接的方法 给他看一下 看看别人是怎么连接的 第二个呢 把别人的表达记一下 比如说生活节奏很快 怎么说 fast pace of life 然后呢 节省时间的科技 怎么说 time saving devices OK 比如说网络会议 有几种说法 比如说积极的改变 怎么说 比如说参加培训 怎么说 可以上网 怎么说 其他的要事要处理 怎么说 OK 网络会议 怎么说 完成工作 怎么说 必用时间 怎么说 把这些词号给记下来 然后自己再说一遍 这样的话呢 用口译的方式 这样就等于 把人家一个观点 他的解释 从头到尾过了一下 把相关的词号过一下 就好了 明白了吗 有些同学说 那么在考场上面 我写不了这么细 写不了这么细 你写60%也可以 懂不懂 OK 好的 我们继续往下面看 好 下面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第二段 第二段 我们刚才 按照刚才的模式 再过一遍 首先我想问一下 这个句子 有什么背景 可以写 网络开会和培训 可以节省资源 减少费用 你们觉得会写 什么样的背景 嗯 我会写什么 为什么大家这么在意 这个东西 在意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公司什么 是强调利润的 OK 好的 下面呢 我们要去讨论 他为什么可以节省资源 减少费用 原因是什么 谁能告诉我 一个是拆旅费 对不对 有些时候开会的话 要跑很远 是不是 第二个呢 场地费 是不是 好 这时候我写出两个解释 一个是拆旅费 一个是场地费 好 最后一个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可以说减少费用 它有什么好处呢 减少成本 提高盈利 或者的话 你可以说什么 可以用在其他的用途上面 对不对 这样就写完了 有没有问题 下面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英文给写出来 首先我们看一下中心句 中句我们刚才说过 中心句有三个内容 第一个内容是什么东西呢 要出现题目的关键词 第二个 要出现连接词 第三个 要写观点 在第二段里面的话呢 这是我写的句子 文字重合了是吧 重合了 你可以把它摸开嘛 把它揉嘛 揉一揉 它就分开了 现在看得到吗 看不看得到 对吧 我能说你游一游 它就看得到了 对吧 现在是你有些时候 你要相信这种科技 对吧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 首先 Tenology 这个词 我写这个东西 是干嘛用的 后提出现关键词 对不对 就是网络开会 和腾讯嘛 强调的是什么 网络科技 对不对 好 Can also 是干嘛用的 连接 对不对 我现在这样的话呢 突出 我现在说的是 第二个观点 是不是 好 Reduce the running cost 它是什么 公司的费用 OK 这是观点 对不对 好 现在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我在这里说 减少费用 但是我没有写 把这个B减少 节约资源写上去 先告诉我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减少资源 减少资源和减少费用 说的两个东西 事实上是一码式 它只是不同的说法 如果我写上去 它有点什么 感觉有点重复 那我就不要写了吗 对不对 因为这中文嘛 考官又不看中文 对不对 我只要把它写出来 让别人知道 我现在说的是钱的问题 就好了 懂了没有 有些同学在考场上面 一定要记住 你这个中文思路 它只是一个思路 你在写英文的时候的话呢 有些时候发现 自己写的有点偏差 有点相从 有点啰嗦的话呢 可以的话呢 把它改一改的 对不对 不要傻乎乎的在那边翻译 是不是 那是很 就是比较傻的事情 OK 好 我们去看下面看 背景 那么下面的话呢 公司都是利润为导向的 这个时候的话 比较好舒服 为什么呢 因为我大概发现 前面有个公司 后面有一个公司嘛 对不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往往可以重复这个公司 作为一个什么连接 对不对 但是呢 在这里可能又会有一个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公司 两个公司有点重复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得换个表达 公司有什么替换词 比如说 corporations啊 比如说 businesses啊 或者business managers啊 都可以的 OK 有个同学说 Plants Plants不是很好 Plants是工厂的意思 OK 工厂的一下子 这个档次就下去 好多了 对吧 你说阿里巴巴 人家本来是一个company 你偏要的话呢 说他什么 说他是 工厂 对吧 小薰马云说的话 What's your problem OK 然后的话呢 刘强东会说 Are you OK OK I am not OK OK 好 我们去看下面看 所以说 business managers profit or 减少成本呢 因为扣什么 扣前面的什么 reduce running cost OK 好 我们去看下面 走起 好 下面的话 我们说公司不需要花很多的钱 在差礼会上面 然后大家 因为他不需要的话呢 大家从不同的地方来开会 好 这个时候我想问一下 如果下面这句话去写 我会写什么样的东西 写在最前面 你们觉得 嗯 嗯 有种学说钱 可以 用钱去讲 也可以 还有呢 还有什么可能性 你们觉得我这个下面一个句子 最开始我有可能会用什么东西去写 会出现什么信息 我会写技术 谁能告诉我为什么会写技术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已经有句话不写技术了 我再不写技术的话就有点迟了 对不对 我要让考官不断的知道我在扣题 是不是 OK 看到没有 我这么一写不就 你会写技术了吗 你会写技术了吗 是不是 然后呢 公司可以减少这个budget budget 事实上就是cost 对不对 for travel expenses 什么意思啊 开会 大家有没有发现 每个单词我都认识 对不对 setup 谁不认识啊 virtual 谁不认识啊 training courses 谁不认识啊 budget 我也知道 travel 知道 expense 知道 get 知道 对不对 可能唯一一个难点的词头话呢 就vendure vendure 听力有什么 有经常出现这个单词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很多同学就不会把它串起来用 是不是 这就是持火的魅力 所以说你要把它记下来 OK 有个同学说 地点我可不可以换一个比较平民的单词 place location 对不对 是吧 OK Are you OK 好的 其他的单词 你就稍微记一下嘛 比如说减少费用怎么说 你就记住 reduce the cost avoid the expenses reduce the budget reduce the spending on reduce the expenditure on 是不是 好多种表达 对吧 reduce有什么替换词 can't can't 还有呢 可以说avoid啊 对不对 prevent啊 也可以说什么cute tale啊 是不是都可以嘛 对吧 不要说declare declare是拒绝的意思 不能说拒绝 declare是拒绝的意思 lover啊 declare啊 对不对 都可以的 这个班好 好厉害啊 怎么我刚才 罗浩涛写的时候 大家都说想不出来 我现在一问 大家都能想得出来呢 是很谦虚 对吧 不想这么高调 对吧 不想遍别人泼水 是吧 不想水掉鸽头 好 我们继续往下面看 下面我们看一下 大型培训 需要场所 也可以用网络去解决 这个时候很多同学 可能就会直接翻译了 是吧 他可能就会说 meanwhile 什么training的话呢 requires a lot of space but can be provided 或者 can be tackled by什么 using online space 可能会这么去说 但这种说法的话呢 有个缺陷 请你告诉我 缺陷在什么地方 缺陷 这个句子的中文 有什么缺陷 他缺了什么东西 他缺了什么 没提到钱 对不对 我发现整个班这么多人 只有一个同学 就是三七四同学 提到了 收到了钱 其他同学都没收到 是吧 所以说人和人的距离 就是这么分开的 很多人觉得自己的话呢 雅思考不好 他觉得是英文的问题 事实上的话 很多时候是因为大脑的问题 OK 他就没想到钱 整篇文章 这段话你说的是钱 你这句话就得说钱 知道吗 这个时候你看到 对于公司希望什么 去培训 一次的话呢 培训很多的员工的 这种公司 一个internet的classroom 就是一个网络的这种什么 这种空间或者教室 他可能会更加的 affordable than什么 rent in a hall 什么意思啊 就开会的会堂 是不是 OK 好 我想问一下这句话 为什么我要写的这么 变化 我会说 train employees 为什么 因为的话我想替换training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刚才training已经换的 换无可换了 OK 会换 会会合 有时候发音不清楚 就是training的话 我说了training courses special training specialized training staff training 还有网络的professional training training sections 我都写了 最后网络的没办法了 怎么办呢 我把它变成动词嘛 是不是 明白明白 OK 下面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钱 我也写了好多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换个表达 我说more affordable OK 这样的话呢 事实上不就是 省钱的意思了吗 是不是 听明白了没有 是不是有点春暖花开的感觉 是不是有点的话呢 一下子流暗花明的感觉呢 对不对 本来大家都在想钱的时候 我用的是affordable OK 那么说说大家平时的话呢 在口语之中和写作当中 你换词的话呢 不要只是换词 你要懂得换说法 对不对 省钱是什么东西 就是说这个东西 more affordable OK 好 好 最后的话呢 省下来的钱 它可以用于其他的用途 好 最后的话呢 就是 钱 你可以说 money can be safe 然后我也可以说什么 expenses can be safe for other aspects of operation 就整个公司 它的运营 可以用在其他东西 这时候我细致了一下 比如说 给员工提供一些什么 工作相关的一些福利 对不对 这样的话呢 可以什么 提供公司的什么 这个利润 OK 好的 那么整段话就写完了 那有没有发现 就是 就是整段话 你没有看到一些传统的连接词 比如说 miwa 比如说 罗汉的 firstly secondly 或者罗汉的 in addition 也没有建高罗汉的 to begin with 但是你会发现 句子罗汉的连接很细致 就是 读起来的话呢 不觉得跳跃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通过代词 还有重复前面的句子 还有重复关键词 这种方式 去不断地进行连接 这样的话呢 它的句子 它就黄黄相扣 OK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 最后一段 下面我们看一下 网络开会和排训 面对面的交流减少 人和人之间很难 什么 建立起很强的联系 这个句子的话呢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怎么去解释 然后有同学的话呢 问我刚才的话呢 这些文章 如果我不换词 怎么办呢 不换词你仍然有可能 拿到6.5分 甚至是7分 有些时候 考官更加关注的是 你解释 只要你解释好了 你不换词 也能获得很好的分数 但是为什么 我写范文换词 换得这么厉害呢 是因为我是在写范文 我要尽量地 让你们看到 不同的方式去换表达 听懂了没有 在里可以学到 更多的东西 因为考场上面 因为我们每节课 上面讲的文章 都是近期 我觉得有可能 考的话题 近期我觉得 有可能会考 网络的话题 这个手机的话题 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帮助大家 过了一些什么 关于网络的一些什么 相关的 首先的话呢 我觉得开会和培训呢 都是和工作相关的 大家很少会去什么 交流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家庭爱好 所以说相互之间 事实上他不是很熟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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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的话呢 因为缺乏相互之间的一些交流 我们就会对相互之间的交流的一些习惯 他们的一些肢体语言 还有情绪的一些变化的一些习惯 相对来说的话呢 他不是特别的什么敏感 或者的话呢 很难去试读 这个辨识这些东西 这样的话呢 也会导致什么 有些时候的话呢 相互之间什么 会有一些隔阂 或者的话呢 不够熟悉 这个时候的话 有些同学会说 那不对啊 他开会的时候 本来就不会面对面交流的吧 对不对 你为什么的话呢 还会去说这种什么东西呢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写个背景吧 你有可能说什么 就是面对面交流减少之后的话呢 就是这个网络开会培训之后呢 大家如果不聚在一起的时候呢 他生活之中可能什么 来自不同部门的人呢 对不对 可能的话呢 平时都是关注自己的工作 是不是 他就很难去见面 你就增加这么一个假设和背景 不就行了吗 明白吗 就是你可以说 平时不同部门的人 不同职位的人 可能交流就已经比较少 OK 交流就已经比较少 明白吗 可能的话呢 就有很少的话呢 有相互见面 或者甚至是什么 即便是同一个部门 平时的话呢 都是关注自己的工作 在小隔间里面 很少有什么 很深入的交流 或者你甚至可以说什么 因为网络的开会和培训增加了 是不是 很多人的话呢 甚至什么 就是很多时候他选择什么 比如说在家里面办公啊 或者什么东西都可以 明白吗 就像很多工作 像我们这个 比如说教育也是一样嘛 像很多老师平时的话呢 他们相互之间是很少交流的 为什么 因为上完课 他们自己要备课 那么很少会交流 对不对 那么开会可能就是一种 相互之间熟悉的一种方式 明白了吗 对不对 很多同学的话呢 你想得到这么深就很好啊 说明的话呢 你就开始的话呢 想东西就比较细致了呀 是不是 那我们就把它写上去咯 对不对 尽量的话呢 让自己什么 这个观点的话呢 写得比较细致嘛 是不是 好 下面的话 我们迅速的把这个内容写一下 首先中句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出现连接词 现在是相反的段落 相反的段落 用什么连接词 谁能告诉我 大家游一下 用你的手指 动起你的手指 那么屏幕 游一下 摸一下 摸一下 现在是不是可以了 好 好 下面的话 我给大家三个选择 On the other hand However 或者 never the less On the contrary 这三个东西 你们最终觉得哪一个是对的 这个是对的 However 为什么说呢 However 一般是强转折 OK 强转折才会用 However 是不是 比如说 比如说 Mr.Goo is not handsome However He is very knowledgeable He is very charming OK 这个时候呢 用However 是强转折 明白没有 他前面说 他长得不帅 事实上不是重点 重点是后面 明白 OK 好 On the contrary 是什么呢 为什么说呢 因为这个词的话呢 往往是放在什么 前面是否定的时候 他才可以写 如果前面不是否定 就不能用这个词 OK 所以说后面这两个 都是错的 好 On the negative side 我稍微变化了一下 不好意思 然后reliance on 是什么意思呢 依赖 现在告诉我 为什么 要跟别人一样 就像一样 而是什么 敌人 我要 别人 有点 我 恭喜 读 识 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写完了吗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我们会写一下下面一句话 OK 下面一句话的话 你们觉得 我有可能会用什么东西 开始去连接 让这个句子和前面句子进行连接 感谢观看 首先的话 我觉得我会用meetings做为连接了 重复一下 我会说meetings的话呢 can bring people together OK 你可以说traditionary 什么意思呢 就传统来说meetings的话呢 可以让人们聚在一起 人们聚在一起怎么说 对 get together bring people together 都可以 然后呢 增加他们的交流 为什么呢 因为的话呢 可以什么东西呢 那么就是 因为人们的话呢 平时什么 他是很少在一起 OK 就是来自不同部门 部门怎么说 谢谢大家 部门的话可以说department 或者division 都可以 是不是 或者的话呢你也可以说这个一般来说大家平时的话呢就是啊 这种来自不同部门的话呢很少和大家交流 对不对很少交流怎么说 好 小隔间怎么说 小隔间怎么说 你又说了 那些图片的图片 可以说 尤其有一个图片 你所谓的一部分 好 这个情况连接它会变得更加糟糕 如果因为这种online meetings和training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一般来说的话 都是什么和工作相关的 Worker related 然后它没有让人们去什么 有任何聊天的空间 包括什么家庭和个人的什么 兴趣爱好 OK 听懂了吗 然后呢 人们没有机会去熟悉它的这种什么 这种colleagues 比如说的话呢 就是生活之中有什么东西是比较重要的呀 对不对 就很少知道它的不熟悉他们的这种什么 同事 那如果不熟悉的话呢 他们可能什么 就很难在一起什么 很好的工作 为相同的目标而工作 明白了没有 最后我会写的比较细了 比如说我会说他们没有机会去熟悉他们的colleagues 关于他们在生活之中追求什么和关心什么 比如说赚钱去养家 还是让这个社区要变得更好 如果相互之间没有一个共同的认识的话呢 他们很难在一起去什么 紧密的合作为了相同的目标 OK 最后的话呢 就写这个 就尝试的话呢 把这个结果说得更加清楚一点 好 然后的话呢 整段话就写完了 主体部分的话呢 三段话 主体部分三段话 最后写完之后呢 我们就写一下结尾 我们写一下结尾 那么结尾的话呢 是在这个 总结一下 那么看一下46页 结尾的话呢 一般来说就是不要出现新的信息 也不要给建议 也不要什么升华 然后呢 就是时间紧了 你可以不写 或者你把开读段的第二句话改写一下 开读段第二句话就是说 它的优点多过缺点 你把它改写一下就行了 OK 然后中心句 最好要出现一下这个题目的关键词了 这样的话呢 确保你扣体 是不是 至于你要做的事情 好 这是我的结尾 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 对于 我们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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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relying heavily或者exclusively on virtual meetings 然后的话can什么hurt bonding 就需要什么step之间的bonding OK 这样的话整篇文章就把它总结一下就写完了 好 下面的话可能有些同学会有一些问题 我在这里的话稍微的对应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有些同学会问 每段话都写的这么长 我在考场上没有时间去写完它 如果你在考场上面写不了三段话 你就写两段 明白吗 OK 知道我意思吗 如果在考场上面写不了三段就写两段 但是呢 你一定要把每段话写得很细致 把每个事情解释得很清楚 不要只是解释 OK 懂了吗 好的 第二点的话呢 就是 有些同学说 那么每段话的话呢 写得这么长 我写不了这么长 怎么办呢 平时你主要是练习 背景 解释 举例 拓展结果 就是把他这个东西的话呢 就是架构啊 结构把它给搞熟 懂不懂 就是你要把这个东西给搞熟 这很重要的东西 但是在考场上面呢 你可能有些时候 可能我背景写不大出来 那就不要写他 OK 你就可能解释 写得清楚一点就行了 就是平时我会尽量的 按照这种方法去锻炼大家 让大家的话呢 多点去形成这种思维 解释的习惯 但是在考场上面不代表 你一定要这么写 才能够拿到六分 六点五分 OK 好 我再讲一遍 作文 如果 我们看一下 这个 28吧 28 我们看一下 这个31 一般来说 如果题目 是只确定A的 每段话的中间距离 是不是A 只有A确定 B C是不确定 你要想的 是不是 写完A B C之后呢 下面你要做什么 第一个 你可以想背景 第二个话呢 可以写减试 如果你想得到两个解释 你就写两个解释 第三个 可以举例 举例什么时候举呢 一般比较抽象的时候 你就举例 这篇文章 我们没有什么抽象的东西 我们就不举例 下面一个呢 就可以拓展一下结果 比如说你的C 好处 好在什么地方 坏处 如果说坏处 严重性在什么地方 有些时候 题目它可能会出现对比 比如说如果它出现了 Rod than 你可以对比一下 这就是文章的结构 OK 懂了吗 背景 解释 解释是重中之重 是所有方法里面最重要的一个 下面可以举例 如果你觉得这段话不抽象 不需要举例 那你就不用举例 下面呢 就拓展一下结果 把C往后面去想一下 比如说 有点为什么这个优点这么重要 写一句 如果题目出现一些对比对象 你可以写一下对比 这一文章的结构 OK 下面的话呢 有些同学就会问一些问题 比如说的话呢 如果一段话 我只写一个观点 会不会有点太少 大家记住 如果在雅思里面 你要考出好的成绩 你的中心句 最好的话呢 就写一个观点就行了 OK 明白没有 就最好把这个事情说到很细 这是最好的 如果你要想拿到好的成绩 千万不要将观点的话呢 攒在一起 堆在一起 这是考官最不喜欢的 OK 特别是想拿七分的同学 就高分的同学 将每个观点写到极致 这是最重要的 有个同学说 不大清楚 C的重要性是什么 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公司的话的利润更高 利润更高的话 有什么好处呢 利润更高有什么好处 如果你的C是利润更高 利润更高有什么好处 公司高嘛 对不对 你就可以说下面句话 你可以说什么 每个员工都可以获益 因为它是物理道 我就好了 懂得没有 或者有一些东西说 我不想说这个 我想说的话呢 对公司的好处 你公司的话呢 就有资金去进一步的话呢 扩展 这不是强调它的优点了吗 懂了没有 就有些观点呢 就是很多同学的话呢 就是你写了 写的话呢 就是他不知道这个具体的好处 他可能就不够有说服力 比如说保护文化 文化的话呢 可以有助于文化的多样性 我想问一下文化多样性有什么好处 文化多样性有什么好处 文化多样性有什么好处 生活更加丰富嘛 对不对 因为你文化很多样的话 你生活之中就有不同的选择 对不对 比如说饮食啊 衣服啊 对不对 音乐啊 艺术啊 对不对 你有不同选择 你生活会很 就是很丰富啊 对不对 明白了没有 比如说有些同学的话呢 教育类题目 学生的学习成绩更高 学习成绩更高 有什么好处呢 有什么好处 有好早工作啊 对不对 明白了没有 收入更高啊 生活更好啊 对不对 懂了吗 好的 那么下面的话 我们讲一下今天的专题吧 我们讲一下这个关于语法的东西 大家看一下的话呢 就是 我们49页 那么有些时候我们在写中文思路的话呢 在转化成英文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一些问题 比如说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中文成多句子的话 喜欢缺足语 这时候写英文的时候要加上 特别是什么 赚语成句 那么举个例子 就学生毕业的时候呢 可以更好的找工作 这句话老很多同学会这么去写 他说 students can find work more easily 当毕业 when graduate 我们试上这句话是错的 为什么 因为这里我换到试上 它少了一个族语 知道吗 你一定要说 when students 或者when they graduate 因为状语重去呢 它也不能够什么 少族语 懂了没有 这位二位要说什么 好的 第二个 我们中文翻译成英文的时候 要注意 我们中文很多时候呢 喜欢把撞语 放在的话的动词的前面 写英文的时候呢 要放在后面 OK 比如说 人们通过会议 可以更加的了解公司的政策 有个同学会直接翻译 people through meetings can learn about company policy 我们这是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通过会议啊 这个东西 它不是谓语 它是状语来的 真正写的话呢 应该是什么 可能写到后面去 明白没有 状语是放在后面 或者前面的 应该是people can learn about company policy by 或者through meetings 明白了没有 这中文的话 翻译成英文 你会翻译中文的话 经常动词和主语之间 经常会有一块东西 这块东西往往是状语 状语而翻译句话 OK 第二点 第三点 英文的话呢 它的 这个中文的话呢 它多长的定语呢 哦 sorry 第四点 就中文的话呢 多长的定语呢 它都会放在名词前 但是英文长的定语的话呢 它会放在名词的后面 名词的后面 比如说 那么 网络会议 它可以让什么 在家工作的员工 在家工作的员工 也能参加 这个时候呢 有的同学 他会直接翻译 比如说 online meetings can be attended and be attended by什么 working from home in colonies 这个时候的话呢 这个时候的话就很奇怪 在家工作的员工 你这么写 他没有这么写的 他怎么办呢 他往往会把这个什么 这个定语的话呢 放在什么 放在后面 明白没有 他是 attended by employees working from home 他会把定语 放在后面去 懂了吗 这英文的习惯 我们中文的话 是多长的定语 都放在名词前 而英文的话 喜欢放在名词后 OK 下面 第五个 我们中文喜欢说 样式的 令导致 这种句子的话呢 他最大问题 是什么东西呢 当他的足语很长 或者兵语很长的时候呢 就很难写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你一定要把它什么 分开写 怎么分开写呢 用状语重句 比如说 网络会议 让大家 让员工很难熟悉 他的同事 那么有些同学的话呢 他会说什么 online meetings make people 或者employees difficult to get familiar with their colleagues 这个句子是 这种说法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最好的方法的话呢 就是用什么 就是用那个 创业重句 你会怎么说呢 if people attend online meetings they have no opportunities to get familiar with their colleagues 知道我就说什么了吗 这时候用状语重句 是最好的选择 好 下面我们继续往下面看 那么中文的话 我们经常会出现这个双动词 就是在英文的时候呢 一定要将双动词 第二个动词的话呢 变成什么 非非语动词 也就是不定式 和动名词 比如说 学生要好好学习 通过考试 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是 你这个句子中文没有问题 但英文的话呢 好好学习 通过考试 通过考试 事实上是新的动词 这个时候的话 你一定要讲个什么状语 比如说突什么 pass the exam OK 就这里的话呢 一定要加个to 如果你不写这个to 直接说pass the exam 就不行 明白了吗 或者for passing the exam 也可以 这就是英文中音转化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一些问题 平时的话呢 自己第一节课 我们就讲一些自己的东西 但下来的话 要小心一点 好 那么今天的话呢 上课 我们就 先到这里了 大家的话呢 有些 就是下来的话呢 可以好好的复习一下 我们第一节课的话呢 上来可能有些同学 会有点吃力啊 因为我们上课讲的套路 和完全 就和大家以前熟悉的套路 完全不一样 我们比较强调把一个事情说得很清楚 那么可能有些同学 患了习惯了 以前一篇文章 可能写两三个观点 对不对 好的 好 那么今天的话呢 就先到这里 我们希望大家的话呢 可以通过这个课程 可以 就提高自己对养殖的理解 然后考出好的成绩 好吧 好 就先这样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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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